上节课我们提到学校群体心理的理论 我们介绍了社会助长 社会剁化作用 这样的两种现象 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 我们先来看两个事例 也是社会当中的现象 咱们大家是不是听说过中国式过马路 这个说法 我同学说是的我在网上看到过 那这是大概十月份 在网上呢有一个微博 新浪微博上有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 和红绿灯无关 我们都是怎么过马路的呢 在斑马县那里等着 好像不是在等绿灯亮 而是在等一撮人 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 和红绿灯无关 然后网上 这条微博发了以后 在一天内有将近十万网友转发 而且大家都互相询问 你是不是那一撮人 我们同学说不是 那后来就引发了对中国式过马路的思考 为什么明明还是红灯 但是够了一撮人大家就开始过马路了 或者说已经有四五个人 跃跃欲试的要去过马路的时候 那么其他人就跟着走了 是吧 我在或者你是刚才摇头的那一位 只有你一个人还站在斑马县的那头 其他人都去过马路了 你会 你可能说别人会不会说我有点傻呀 还是会有一点手足无措 局促不安 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这是一个现象 我们再来看一个事例 这幅漫画我们一看到 大家就会想到抢岩事件 在2011年3月份 日本地震 而后河泄漏 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之后 怎么样 大概在三月 这个中旬 中国韩国等地都刮起了抢岩风 各大超市或者是卖岩的小卖部 都通通报告说 岩很紧张 很多人蜂拥而至的去抢岩 甚至有人抢了很多岩回家 后来媒体就去采访 为什么要抢岩 大概听到两种声音 一个说呢 这个日本的河泄漏 日本河泄漏会怎么样 导致海水污染 岩就没有办法提炼了 再或者听说 吃点盐能防辐射 所以要纷纷地去抢岩 还有一种声音是什么 说我看其他人都在抢 我也就跟着去抢 本来是逛超市买其他东西的 然后呢 也跟着去抢岩了 好 那这两个现象放在这 我们能不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 同样也是个体受到了他人的影响吧 当你独自还站在那 没有准备过马路的时候 灯没有变成绿灯的时候 其他人都走了 都跟都过马路了 你就跟随了 其他人在买岩 于是有更多的人加入到 抢岩的队伍中了 为什么呢 他们受到了什么影响 好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一个现象 从众 好 那我们在这一节呢 第二个大跟期 介绍这样的两种社会现象 从众和服从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从众 好 那刚才的事件当中 我们似乎找到了从众的影子 好 什么是从众 看一下 书上四百页 从众是人们在真实的 或想象的群体影响和压力下 放弃自己的意见 而采取于大多数人一致行为的 心理状态 也就是 知觉 判断信仰以及行为的表现 与群体中多数人一致的现象 我们在有些时候可能会放弃自己的意见 放弃自己的观点 想法 而采取于多数人一致的行为 比如刚才的事例当中 那个还准备遵守交通规则等绿灯亮的人 看到多数人 一撮人都开始过马路了 他会跟随 好 那我们呢 问一下 比如说 你为什么会参加学校的某一个社团 你为什么会染头发或者是烫头发 在有今年冬天 为什么会流行穿短裤 你说这是流行 还是时尚 还可以说 因为 大家都在这么穿 所以这就是流行了 所以我也要跟随 这就是从众现象 与群体中多数人一致 在某些时候 我们会放弃自己原有的观点 想法 而采取于多数人一致的现象 也就是生活当中 我们所说的 我要做多数人做的事 这时候人们就会赞赏你 再或者我们平时说的 随大流 人云亦云都是从众现象 那我们有一句谚语叫 阳随大群不挨伐 人随 大流 反了啊 叫阳随大群不挨打 人随大流不挨伐 假如说 咱们今天有同学不来上课了 一个寝室的人都不来了 你准备出门了 你会有压力吧 真的会有压力啊 明明知道是不对的 但有时候也会 要与多数人保持一致 啊 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去 为了与多数人一致 而放弃自己原有的观点 好 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可能还会找到更多的从众的例子 好 在小说当中也有这样的描述 好 我找了这样的一段 美国的著名的幽默作家和卡通画家 詹姆斯瑟伯 他的一本自传题小说 叫 我的生命与艰难岁月里 有这样的两段文字的描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描写得非常的生动 他说 突然有个人开始跑了起来 也许他只是突然间想起了与妻子的约会 现在已经过了点了 不管他想什么吧 反正他在布劳德大街上跑了起来 向东跑去 另一个人也跑了起来 也许是个兴致勃勃的抱童 第三个人 一个有急事的胖胖的绅士 也小步跑了起来 十分钟之内 这条大街上的人都跑了起来 从公共停车场到法院大楼 整条街上人都在跑 嘈杂的声音逐渐清晰了 可以听听上帝啊 大坝这些词 完了 是大坝 崩了 这充满恐惧的声音 可能是电车上的一位老妇人喊出来的 或许是一位交通警察说的 也可能是一个小男孩说的 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说的 也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两千多人都突然飞奔起来 而且在喊向东去 人群中有人大声的喊 东边远离大河 东边安全 往东去 往东去 一个又高又瘦 目光凌厉 神色坚定的女人从我身边擦过 跑到大街中央去了 尽管所有的人都在喊叫 但我还是没有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费了好大劲才赶上这个妇女 别看她已经快六十岁的样子了 可是跑起来倒很轻松 姿势优美 看上去身体状况似乎还相当不错 这是怎么了 我气喘吁吁的问道 她匆匆的撇了我一眼 又把目光转向前方 并且稍稍加大了脚步 对我说 别问我 问上帝去 这段非常的形象 大家都在跑 但是为什么要跑 不知道 甚至往东跑 往东跑很明确的 这个声音又来自哪里 就像到一些旅游景点 有很多的特产 同样的特产 不同的商家在卖 那我们往往去选择排队最多的 相信大多数人的选择 这里就是阿西的实验呢 也帮我们去验证了 从众现象的普遍性 那大家为什么会从众 就像实验当中的这位真卑士 他明明知道答案是错的 但为什么会跟随多数人呢 我们 我们与多数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很微妙吧 如果不与多数人保持一致 个体可能会被孤立 会偏离群体 我们往往对偏离群体有一种恐惧 而且特别是我们的一些行为 没有固定标准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一个参照群体 像我们到外地到风景点到旅游区 不知道哪一家商品好 不知道哪一家的菜窑未到家 那我们去选择人多 他们的选择不会错 在我们对具体情形不了解的情况下 我们会寻找参照群体 再或者呢 我们不想偏离大多数 否则自己被孤立 我们会感受到一种压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去从众 那会从众 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形下 会去从众呢 好 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小问题 叫影响从众的因素 好 在我们的书上400到401页 做了一些介绍 我们来简单的描述一下 首先 一个因素叫群体的一致性 也就是这个多数群体 如果他们的回答 他们的行为 他们的判断是一致的 那会导致后来人 其他的个体更多的从众 在阿西的实验当中 如果前面五个假背式 回答是一致的 都是错误的答案 C 那么第六个真背式 他的回答呢 也倾向于保持一致 表现出从众 而如果前面五个假背式的答案 是不一致的 有回答C的 有回答A的 那这个真背式的 从众的比例呢 会下降 好像他无从选择 这是一个群体的一致性 第二个群体的凝聚力 如果一个群体凝聚力很强 群体成员之间的 相互吸引力很强的话 那么这个群体当中 某一个个体从众的比例 也会上升 会表现出从众 第三个体在群体当中的地位 如果个体他是一个追随者 不是领导者 操纵者 那么也可能更多的表现出从众 尤其是跟随权威人物 第四 还表现出个性的特征 就是谁会更多的从众呢 研究者们考察了这样的几个因素 一个人的能力 自信心 自尊心 独立性水平 那一般研究发现 自信心强的 自尊心强的 独立水平高的人 从众的比例 从众的几率要低一些 而独立性水平低的个体 会更多的从众 这是有一些现有研究结论的 那除此之外 还有研究者去考察了这样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群体的规模 个体的自我卷入水平 文化差异 性别差异等等 那一般研究认为群体规模越大 越会引来更多的人从众 比如说烹饪 育儿 那就发现男性在这样的问题面前 会有高于女性的从众比例 那平均起来 如果是中性的话题 男性和女性从众的比例 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好 这里我们去理解一下 就是之所以会有性别差异 它可能跟另外一个因素相关 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 对这个情景是模糊的 我自己不知道答案 好 我会去跟随多数人的观点 但如果是我明确知道的 我们会很少的较少的从众 好 这是我们提到第三个 影响从众的因素 那么再往下 好 在心理学上去研究从众 有什么样的意义 好 我们看到从众行为本身 它可能有积极的意义 比如说在社会上 让我们与多数人保持一致 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的社会适应 好 那 从众不仅仅有积极意义 它也有消极意义 如果我们像跟风似的 去追随一些不良的传统 和歪风邪气会怎么样 比如说有一段时间 社会上在讨论这个 铺张的婚礼 特别夸张的 或者是需要耗费 很多资源的婚礼 年轻人结婚 怎么样 铺张浪费 因为别人都这样做 那我也这么做 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 中国是过马路 明明知道他们闯红灯不对 但是我也跟随 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些现象上 大家都去从众 是不是 是不利于怎么样 不利于社会发展 社会进步的 所以我们要看到 从众行为 它既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消极的一面 就是我们要去有选择的 从众 好 那在这里我们大家 去思考一下 在你们身上 在我们身边 还有哪些从众行为呢 好 我们平时在校园里 从众对我们有影响吗 除了我说 今年流行穿短裤 我去买条短裤穿上 还有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从众呢 学习上 别人都去上晚自习 所以晚上我也去上晚自习吧 好 学习的从众 还有消费从众 也有一些大学生恋爱 是什么 在大学里人家都恋爱 那我也要恋爱吧 是不是遇到了一个合适的人 是不是在合适的时间 遇到了合适的人 先不管 那这样的恋爱呢 还有考试的作弊 就像我们讲到的不公平 如果别人都作弊 我不作弊 那我就亏了 有没有这样的 还有呢 我们将来的择业 我要去 什么样的工作岗位 大家都在考公务员 所以我也要考公务员 还是去 先去考察一下自己 适合什么 擅长什么 我们的职业倾向 是什么 再有呢 到现在 我们三年级 大概也会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 考研 大家都在考研 所以我也去尝试一下 那尝试一下是没有错的 但是如果纯粹是因为从众而去考研 你可能要去想一下了 是不是要把时间放在更需要的地方 我们去看一下自己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从众 再或者我们再去思考一下 你还做过什么样的从众行为 从众对我们自身有过什么样的影响 好 这是关于从众的话题 我们讨论到这儿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话题 叫福从 好 讲到福从 我们也先来看一个例子 好 可能大家会想到一些极端的事件 这个纳粹 希特勒 很多的士兵 明知道纳粹的理念 是有问题的 但是也会跟随 那还有呢 我们在集中营 会看到极端的服从 在课堂上 小学生也服从老师的安排 怎么样 端端端端的做好 遵守课堂纪律 还有士兵 军队 对吧 都会服从命令 那这我们生活当中 所讲到的服从 在心理学上如何理解解释呢 好 我们看一下课本 401页 关于服从的概念 服从是个人按照社会要求 群体规范 或他人的命令 而做出的行为 这种行为是在外界的明确要求下发生的 好 看 其中有这样的关键词 按照社会要求群体规范或他人的命令而做出的行为 好 士兵可能接受什么 长官的命令 小学生听从老师的命令 或者是班级的规范 上学要穿校服 上课要保持端坐的姿势 这都是服从 好 那生活当中我们说 服从现象太普遍了 个人服从集体 下级服从上级 是吧 那是不是有极端的服从呢 好 这部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叫生死朗读 也有翻译成朗读者 英文名朗读者 是2008年英国的一部舞台剧电影 好 根据一本小说叫朗读者所改编的 好 故事讲述了一个主人翁叫汉娜 和另外一个男主人翁 一个德国的少年米高 他俩之间的一段忘年恋情 好 但是恋情只是这个电影的一部分 好 在随着电影情节的发展呢 就说 哎 这两个人发生恋情以后 汉娜突然不辞而别 消失了一段时间 等到若干年后两人再度相见的时候 汉娜 成为了一个受审者 而米高呢 成为了律师 汉娜为什么受审 因为他在 啊 战争的后期 曾经在集中营做过一段时间的警卫 啊 这整个的情节描述的是啊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发生的一段情景 啊 一段事件 那么汉娜 那么汉娜作为集中营的警卫 有一段怎么样的行为啊 啊 警卫可能会去殴打 会去有一些杀戮的行为 所以他被受审呢 就是因为战争犯罪而受审 好 那这是这个电影的情节 在这部电影小说当中 好 描述了 有这样的一些 啊 语句 我们稍微浏览一下 啊 比如说在集中营里 无论是囚犯还是看守 他们要继续自己的生活 一天一天的活下去 就不得不把毒气室和焚尸炉 杀戮和死亡 看作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不得不把他们自己的作用看得很轻 不得不被像啊 不得不像被注射了麻醉药 和喝醉了酒一样 让麻木占据自己 好 那在这种共享的麻木之上 他们形成了一种 使恶得以日常化的合作关系 在这种环境中 是非 善恶 生死 等基本伦理问题都消失了 只剩下各种本职工作的日常计较 这一部小说和电影 已经发了人们的一段思考 对什么的思考 对平庸的恶的思考 哈尔纳他根本就是一个文盲 一个不识字的人 但是呢 最后被冠以战争犯罪 这样的罪名 他对他来说是公平的吗 他确实在集中营当中 做了一些杀戮的事件 所以会把他冠以什么 纳粹凶手集中营 女看守这样的一些称号 这样的一些标签 但是引发了人们的思考 这样的标签对汉纳来说 是公平呢 还是太沉重了 他本身是一个普通人 在集中营做看守以后 为何或者说何以就变得这么残忍了 那讲到这个我们可能就会联想到一些实力 比如说罗旺达惨案 比如说南京大屠杀 这些士兵们是不是也表现出同样的罪恶 不顾道德不顾人性的去杀戮 那这与什么有关 在我们拷问人性道德的同时 能不能为汉纳等人做一些稍稍的开脱 跟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服从联系在一起 在这个《生死浪读》 后来呢有人做了这样的一段描述 说这部电影对那段惨绝人寰的往事的观点非常独特 他不再关注那些惨无人道的罪行 也没有惨烈的画面作为刺激 而是全心全意的把焦点放到了普通人身上 通过他们的转变来折射出那段罪恶的往事 并不是每个人天生都是刽子手 更多的人都是不知不觉就参与到了罪恶之中 像汉纳一样 他们其实也是受害者 我们还回想到上节课看到的 金巴多的模拟监狱实验 这些充当预警的被试 他们好像也越来越变得罪恶起来了 那有一个前提是什么 有人要求他这么做 命令他这么做 那南京大屠杀以后 很多人去质问日本的士兵 日本士兵们有一些会怎么说 我们只是服从军官的命令而已 那真的在服从行为面前 人们会抛弃道德 人性而就是强调一个服从吗 那我们这里也先深刻的去理解一下服从这个概念 那我们在刚才讲到服从 我们说它是什么 是按照社会的要求群体规范或他人命令而做出的行为 它与从众是有一些不同的 从众我们说是可以自愿选择 我选择与多数人保持一致或者我还保持独立 而服从呢 是没有选择的 对命令观念和权威的尊从 那么两者都是一种什么 社会影响的结果 在群体的压力下采取群体规范相符的行为 那从众我们说有选择的余地 自愿的余地 服从没有选择 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 人会不会这么极端的服从 那这里呢 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个米尔格拉姆的经典的实验研究 实验也比较早了 在1963年进行的 他们就想去研究 这些服从的人都是疯子吗 当日本士兵说 我们只是服从上级的命令 所以在南京展开大屠杀 大家能接受这种解释吗 好像不能 我们会说他们的人性 到哪里去了 对吧 那普通人会服从权威吗 好 我们也先来看一下 这个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 这个实验 一组实验呢 有两个卫士 一个扮演学生 一个扮演老师 而且呢 它还有一个特别的装置 是有电击按钮的 好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对这个实验的描述 然后再来看 遗憾 遗憾的致命 有时候 普通人也会背弃自己的生活主则和信仰 穿越难以想象的异线 但是他也会通过 只能看起来看 我们来看 我们去看 那我们去看 你 在对纳粹毒杀进行深入研究后 他却可以进行一项充满争议的试验 1961年 他在报纸上谈论广告招呼试验参与者 广告称 参与记忆研究试验人 都将获得每小时四名元的报告 试验很简单 受试者无法老师向学生疑问 学生一旦答错试将接受编辑呈放 试验的真实努力 是硕士人们被全力复充创作 试验室的这个报纸 攻击射几万 连压从155到455了 最后一百人连达自己报 上面有明显的三百人标准 所谓的电机装置其实是假的 所有人都要做的 与电机装置相连的学生 都是研究人员家 晚上做的 是研究人员家 是研究人员家 答案是时间 电压又束缚 与电机装置相连的学生 连续与电机装置 大案是 漂泊 让我离开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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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的大声尖叫让受试者有些增长 随后 他站起来表示自己无法再继续实验 但是 事实人开始就不能停止 请继续 受试者心里忍受着道德煎熬 但最后仍然选择 安全灵性事 请回答 你还好吗 上面写着强烈电机 危险 你没有选择 你必须继续 你要连续对他进行 450伙的电机吗 没错 请继续 事实人要求你继续进行 加油勇敢 这位受试者似乎已经彻底摸接 答案是女人 450伙 完了 他最终还是按下450伙的案件 在进行试验之前 米尔路约曾要求同事们为事件结果进行预策 究竟有多少受试者会按下450伙的电压成果按照 他们按是少于百分注 但是实际结果却出了一个 随便 在进入实验室之前 没有人知道 谁会按下455的拉丁 在进入实验室 好 那在这个实验当中 我们看到扮演老师的 这位是真被试 扮演学生的是假被试 他会有一些电机连接到身体上 那实际上我们说了电机是假的 只是真被试不知道 他真的以为自己按下30伏45伏200伏 一直到450伏的电机会去伤害到学生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也会挣扎纠结 但是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 当研究者要求他继续 实验已经开始 你别无选择 你必须这样做 在这样的命令之下 怎么样 完全超出预期的 65%的人都把实验继续到了最后 虽然在实验之初呢 人们预测过 比如说大家预测 平均到135伏的时候 背试可能就不会再执行了 还有一些白领呢 认为可能只有极少数的人 会把电压增加到450伏 但实验的结果 我们看到 在15伏的时候 电压15伏的时候 有100个人 100%的人会怎么样 会服从 到最后呢 是有65%的背试 把实验继续到了最后 那这里似乎就去 给我们了一个解释 原来普通人 真的会服从权威 而且在服从的过程当中 会怎么样 盲目的服从 甚至当权威的命令 非常荒谬的时候 大多数人仍然会服从 这是米尔格拉姆的 服从实验告诉我们的 那当然这个实验 我们再去回顾一下 我们会发现 它的设计非常的巧妙 假的目的 假的背试 假的电击 让背试在这个当中 实验当中呢 无从防御 实验非常的可靠 但是这个实验呢 是有很大的争议 就是这个过程当中 对真背试 他的什么 心理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虽然他在服从 但是他内心很纠结 所以在实验之后呢 对背试有一个补偿 也有一个心理疏导工作 那这是米尔格拉姆的实验 似乎让我们看到了 服从可能真的比我们想象的 还要严重 服从现象在社会当中 也是非常普遍的 但是我们再回到 真实的社会事件上的时候 比如说卢旺达的惨案 南京大屠杀 那如果单单的 从服从这个角度去解释的话 其实还是不足以让人信服的 因为实验室研究 和真实的社会生活 毕竟是有差别的 我们还是要去拷问 这些人的什么 道德 伦理 对吧 实际上影响服从的 不仅仅就是说 是权威的命令 我们还有一些因素 我们简单的浏览一下 第四个小问题 影响服从的因素 咱们书上呢 从两个方面来介绍 一个是命令的发出者方面 第二个是命令的执行者方面 如果这个命令是权威人物发出的 而且发出命令以后 在场监督 那服从的比例会上升 命令的执行者 我们会考察个体的道德水平 人格特征 以及文化背景 等等这些因素 这是了解一下 我们讲到的 第二个问题 从众和服从 那这里都是 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 受到了他人的影响 对吧 在群体之中 在群体互动的过程当中 个体受到他人的影响 那在群体互动中 成员之间 是不是会互相影响呢 我们再来看 第三种东西 同样提到的两种 社会现象 叫群体极化 和去个性化 我们来简单的描述一下 群体极化 是指群体成员中 原以存在的倾向性 得到加强 使一种观点或态度 从原来的群体平均水平 加强到具有支配性地位的现象 这个尤其是在一些讨论过程当中 比如说一些群体在讨论一些意见 或者是建议 那么讨论之后 可能有一些观点 会得到加强 比如说一些反对的意见 大家讨论也会加强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往往是跟 与自己有一些相似观点的人交往 对吧 那在这个交往过程当中 可能会讨论到某个我们讨厌的人 或者是某个我们喜欢的人 那是不是在这种讨论过程当中 会让那个原本有一些讨厌的人 变得更讨厌 而原本我们喜欢的人 变得更可爱呢 好 就是在群体讨论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使得一些观点 或者是态度 变得更加的强烈 加强 好 那这种加强 可能有两种情况 一种我们叫冒险偏移 我们可以浏览一下 书上这样的一个研究 好 404页心理学家 斯托纳所设计的一份两栏问卷 当个体面临到一些冒险的选择 或者是 有保守的选择的情况下 个人单独选择和群体决策的结果 可能是不一样的 群体的讨论 可能使得最终的答案 大家共同一致的结论 更加偏向于冒险 好 这样的一种现象 我们称之为冒险偏移 好 书上这样的一个实验研究 我们浏览一下 我就不再重述了 好 那这是我们讲到群体极化 好 群体的意见和观点会 什么 受到群体成员的影响 好 那还有一种现象 我们又做何解释呢 这里 可能这一幕看到的还并不算陌生 就在发生在九月份 在九一八快要到来的时候 咱们国内有很多的什么 抗日情绪 对吧 然后我们就看到媒体的报道 比如说在西安 青岛长沙 都发生了一些 因为大家在游行抗日示威过程当中出现的混乱的场面 这是长沙的日资商场 遭到打砸的场面 部分创商品遭到哄抢 那还有呢 在2009年 在这个NBA比赛 总决赛之后 有球迷闹事 打架 踩踏车辆 这也是在群体情境下发生的 多数人聚在一起 就会混乱吗 那在这里 我们似乎发现了 这里的每一个个体 如果是他们单独的时候 他们会去抢商场 会去砸车吗 可能不会 而在群体背景下 有些人我们说了 哎呀 是不是趁火打劫呀 浑水摸鱼呀 这个中国36G当中的两G都用上了 趁火打劫 浑水摸鱼 那这反映的是什么 我们要提 这是去个性化 好 什么叫去个性化 我们来看 是指个体在群体压力 或群体意识的影响下 人们似乎感到自己被淹没在群体之中 并丧失了他们个人的身份和责任感 从而产生一些个人单独活动时 不会出现的行为 好 我们在群体当中不仅活动效率 不仅思想情感行为 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我们的自我 也可能在群体当中丧失 这就是去个性化 好 去个性化 那么我们再回顾刚才的案例 是不是说 当个体 融于群体当中的时候 他们的行为 就好像发疯了一样 用贺旭黎的话来说 他的行为 无异于酒精中毒 是这样吗 在某些时候 可能会 好 我们还看到这样的报道 有一个小伙子要跳楼 站在楼顶 然后下面就越来越多的观众 好 这些观众 没有说要去制止 而他们呢 人越聚越多 然后突然有人群当中喊道 快跳啊 其他的人就跟着附和起哄 最后在众人的怂恿 鼓励声当中 这个年轻人真的跳楼了 好 我们说这不是小说的情节 在现实当中有 在1967年 美国就发生这样的一个事件 好 200多名大学生 聚集在一个要跳楼的楼下 这个学生聚集在一起 围观一个声称要跳楼的同学 那这个同学 他最初跳楼的意愿 是不是这么强烈 我们现在无从得知 只知道最后呢 就是因为下面的200多个大学生 在喊 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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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这个学生真的就跳楼了 这些人为什么要在那里去喊 去怂恿鼓励别人跳楼 这种情境 是不是也是比较极端 好 那这些看客们 我们说 他们就是去个性化的 啊 尤其是在夜色 眼罩 啊 夜色笼罩下 每一个人的什么 身份 是不明确的 也就是我们说的是匿名的 啊 每一个人 他都不是个性突出的 大家明确知道是谁 我是谁 啊 是一种去个性化的情境当中 那这个时候 往往我们可能会重复 或者是做一些不可思议的行为 在研究当中 尤其发现呢 侵犯行为 啊 比如说群体的 打架斗殴事件 还有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打砸抢等等 这些负面的事件 往往就与去个性化 有密切的联系 好 那为什么会有去个性化 咱们书上有一个专栏 啊 简单的做了一个讨论 啊 比如说有匿名性 啊 个体的身份 是不被他人明确知晓的 第二 责任分散 啊 如果只有一个人 单独一个人的时候 他砸了别人的车 他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那如果是十个人 二十个人呢 甚至是一百个人 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打砸商场 我们说 他的责任就分摊到了很小 那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可能会做出一些冒险的 好 极端的行为 好 再有 自觉性减少 就是对自己的角色 自我意识弱化了 好 自我约束也就减少了 还有一个因素呢 叫群体的规模 好 就是对类似 好 这个 自杀跳楼 或者是跳桥事件的一些研究 好 有研究者考虑 在二十起 这种 跳桥 跳楼的世界 那都发现呢 在 群体规模越大 越是夜色当中 人们就会 不自觉地去 诱劝当事人 跳楼 但如果人群规模 比较小 而且是光天化日之下 人们的这种 匿名性 不那么明显的时候 大多数人是不会诱劝当事人 跳楼的 好 所以这里面我们会看到 这种去个性化 也会导致社会当中的一些极端的事件 好 那讲到这儿呢 我们就把 这个第二节 关于 群体心理理论 介绍到这儿 最后给大家一个 推荐的 书目 也是心理学家金巴多 所写的 叫 路西法效应 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 这本书当中 重新梳理了 他的模拟监狱实验 讲述了从众服从去个性化 等等的现象 结合大量的事实案例 做了描述 可以帮助我们再去理解 这一部分的内容 好 这节课上到这儿 下课休息一下